大家好,我是龙道 昨天有一个粉丝问的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的办公桌到底应该怎么摆放 是针对着大门还是背对着大门 相信这个问题很多人也容易产生误解 那么今天我们专门出一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下 不管在一个机构还是一个公司里面 它的领导者的办公室的位置和办公桌的摆放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一个好的位置,吉祥的范围 它的气场对人的胆略智慧都是有一定帮助的 进而来影响到生意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主要的话有三种情况 比如说一个办公室它有三种情况 主要就是和开门有关系 比如说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开左门 第二种它就是开右门 还有第三种 它就是开中门 主要的话就是这三种情况 那么针对于这三种情况 我们如何来摆放办公桌呢 按照他说的就是这个办公桌是针对还是背对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以开左门来给大家讲 第一种就是针对我们的办公桌 摆放在这里 然后人桌向这里朝向着门口 这么就是针对 第二种呢就是背对 我们办公桌摆放在这面 人桌在这里 然后朝向这边 它就是背对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种情况 说第一种针对 那么我们知道气场 就是这个气 它是从门进去的 气是从门里面进去的 就说这个气 它是这样走的 它是贴壁而行 它会贴着这个墙壁而走 我们看这个如果办公桌摆放在这里的话 气它会正冲这个位置 那么它这个位置的气就会特别的强 一个位置 它的气特别强 没有经过转换的话 那么这个气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就不是很好 而且从第二个方面来解释 比如说外面 它是一个走道 那么我们的一些下属 一些同事经常在这个走道里边 走来走去的 如果说我们领导坐在这里 那么他们走到门口的话 肯定都会往里面瞧一眼 对不对 那么就是领导的一举一动 全在他们的视线里面 那么我们领导就没有任何秘密而言 所以说它也达不到一个聚气的作用 而且隐私方面的话 它也达不到 不利于我们领导 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个把控 然后我们再说背对 背对的话 我们看这个气它是怎么走的 气走到这里 它贴壁而行 那么它就会这里转一个圈 这里再转一个圈 这里才转过来 对不对 那么这个气经过几次 一二三次转折 那么这个位置的气就会特别的弱 气弱了的话 那么领导人的他的权位 他的威信就会受到影响 比如说这个位置的话 它不是太好 而且我们背对着门 外面是走到的情况 有人在这里走来走去 经常能听到一些脚步声 这样的话也不利于我们做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情况它也是不好的 就是不管是针对还是背对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好的 那么我们讲一下 它该如何摆放才比较好 我们要知道一个办公室 如何摆放的话 第一步其实它就涉及到一个理器的知识 三个我们系统各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理器 理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用来推算我们一个办公室里面 哪个方位的气比较强 哪个方位的气比较弱 哪个位置是急的 哪个位置是凶的 理器的话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由于理器的知识比较系统化 医疗节课讲不完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我们的洋宅专栏的系统课 那么理器的话 第一步我们肯定就要把这个房子平均分成九宫 这主要是方便我们推算 推算用的 在分成九宫之后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后天八卦在里面 我们推算之后就知道哪个方位是急的 哪个方位能用 哪个方位不能用 比如说推算之后 我们推算出这个方位是急的 然后呢 这个方位也是急的 一般急的方位的话 它不止一个 比如说还有 这个方位也是急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知道这个位置肯定不能用 对不对 因为它针对着门 我们讲过 那这个位置的话 能不能用呢 它是可以用的 我们可以画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领导坐在这里 然后的话 它是很利于我们把控公司的一个情况的 就是外面走来走去的人 他往里面看的话 他不知道领导在做什么 他是看不到的 因为领导在这个位置 那么但是领导 他就很方便的就看到门口外面的一举一动 就是很利于我们把控公司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而且呢 这个位置很具气 它气从这样转折了一次到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位置也特别的具气 它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再讲这个位置 它能不能够用呢 这个位置的话 它气经过了一次的转折 就是相当于这个气转了一次两次 两次再转到这个地方的话 这气的话 它会比这个位置更弱一些 弱一些的话 它肯定就是没有这个位置好 但是我们如果办公桌这样摆放的话 它也是可以的 我们摆上这里 然后人的话 它是向前面看 但是办公室外面的情况的话 我们也是能够看到的 所以这个位置是也是可以用 但是最好了是这个位置 这呢就是开左门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讲一下开右门 同样的道理 第一步的话 我们要推算它理气 算出它各个方位的一个几凶情况 这个的话我也把它画了 好的我们再说开右门 开右门我们画了之后 我们算出理气它哪些方位是极的了 它这个方位是极的 这里是极的 然后呢 这个位置是极的 我们再看我们办公室具体要摆放哪里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有一个情况 比如说 它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窗户 有一个窗户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像这种位置 就是斜对线45度角 45度角的话就是你门口 这样摄过来45度 或者是这面 摄过来45度角 它有个名字叫做民财位 民财位的话 我们拿来做吹彩 或者是用来做办公室 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 有一个情况 这个位置 它后面有窗 我们知道 我们的办公桌 摆放 一定要靠石墙 一定要靠石墙 如果说我们的座位 后面是窗的话 那就是很不好的 后面是窗 就说明这个人呢 他是没有靠山 做事的话 不稳定 对于我们事业来说 它是很不好的 所以说 不管哪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靠石墙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只能摆放 把办公室 办公桌 摆放在这里 同样的道理 这里的话 气经过一次转折 气的话 也比较中和 对不对 然后也方便我们观察 外面的一个情况 至于说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它就是背对着门了 要不然我们这样 这样摆放 这样摆放的话 它是看不到门外的一个情况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不太合理的 而且呢 它这个气比较弱 它转了几次 转过来 所以这个位置就不能用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位置 像这里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说开中门 开中门 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算出来 它的脊位 有哪些 一个 然后两个 三个 比如说有这三个脊位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做排除 对不对 那么第一个 这个我们肯定就能排除掉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背对着我们的门的 所以说不方便 从行为习惯上来说 是不方便我们观察门外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们再说 针对这个位置 气的话 直接从门里面冲进来 所以说这个位置气很强 而且呢 从隐私角度来说 也不太好 从气场角度来讲的话 它也不具气 因为它整个气场直接录在外面的 对不对 所以说最后我们只能用这个位置 像这个位置我们办公桌怎么摆放呢 比如说同样的道理啊 我们这上面 它有一个窗 它有一个窗户 我们肯定不能这样摆 人这样做 对不对 人不可能靠着窗 那么我们该怎么摆了 它几位置 有这一个能用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放 那么我们可以把办公桌 换 关过来 然后呢 朝向这面 就是人坐这里 这是办公桌 我们向这面坐 它是一样的 也在机位里面 而且呢 它也利于我们观察 门外的一个情况 办公室主要的话 就这三种情况 因为它和开门的位置是有关系的 就是左门 右门 中门 这三种情况 然后摆放的话 差不多也就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第一步就要推算出 它的一个提凶方位 就是理气 感兴趣的同学的话 可以看我们专栏的内容 然后的话 就是办公室的摆放 我们需要考虑一下 就是第一个要摆放思想 第二个不能够针对着门 第三个呢 不能背对着门 第四个呢 我们还要考虑聚气 相信大家看完这节课的话 对于办公桌的摆放 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也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